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他们都要孩子专注课业 除了课余时间补习 补习还是补习 也让孩子学习一些 可能才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希望孩子可以成龙成凤 不过在沙拉越美里 就有一名12岁的小学生 他就有别于同龄孩子 除了上课读书 课余时间呢 他是下厨 而他的父母呢 也跟别的父母不太一样 还允许他开档做起小贩来 小小年纪开档做小贩 不是因为家里穷被逼出来赚钱养家 所以要当小当家 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 不管是在疫情之前呢 那个不需要到学校 还需要到学校上课的时段 还是后来在家里上网课的这个阶段 只要他有闲暇的时间 他总会选择和锅碗瓢盆来作伴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个不太一样的小弟弟 讲述他与众不同的童年故事 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小弟弟 手脚利落的准备一盘椰浆饭 踩步一下子 这名来自沙拉越美里的小弟弟 来自一个主厨世家 受家中长辈的影响下 从小他就喜欢在厨房里打针 那今年初在机缘巧合及父母的鼓励下 他如愿有了自己的当口 开启了他童年的小贩人生 每天一早 冯弟弟就亲自去挑选材料 那不管是主食炸鸡 还是小质配菜黄瓜 他都会亲自挑选 也亲自下手斤炸 年纪小小 偶尔还需要带人在旁边监督 那他又怎么去选择配料较多的叶浆饭呢 我喜欢三两四年了 然后又觉得它很好吃 然后又看到婆婆卖 然后我就写了 然后上一部姨姨也是有卖 刚好他没有做了 然后爸爸就问我要不要做 我就讲可以 试试看 他们就给我做 然后就感觉很好玩了 然后我就去做 就做到现在了 现在已经比较顺了了 之前是连羊肉那些都不会啊 我们都是夹好一包一包给他自己去 完全交给他是没有啊 因为毕竟这个是做生意顾客吃的东西 他毕竟还是12岁 每天早上从7点开始 冯弟弟就会开始准备椰浆饭的材料 那从需要长辈帮忙 到如今能够独自完成 他在短短三个多月啊 不仅是有了固定的回头课 还有许多慕名来尝些的顾客 尝过椰浆饭的顾客 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那很多在尝试过后都不敢相信 这是一名小学生 全盘操刀的椰浆饭 这里是第一次啊 我还是觉得那个饭很鲜 然后那个炸鸡 胃不脚不熟哦 有些人这样子不熟 有吓到了 那他是老婆 第三次了 胃口哦 你没有亲眼看到这不想吃 像我们以前12岁还在洗锅转 开档卖椰浆饭的故事传开之后 一直热爱下厨的冯弟弟 也顺应开设了自己的面子书专页 不时直播分享自己下手煮的美食 那对他来说下厨做小贩是一种乐趣 并不是因为家境穷苦 逼于无奈当起赚减养家的小当家 网络上就有大肆报道他的这个 然后就会有人留言讲 哦 穷人家的孩子就可能比较懂事啊什么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 我觉得我们家很穷啊 其实灌输他正确的思想啊 我讲 其实你们家并不穷啊 所以就要灌输什么叫贫穷 什么叫富有 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蛮懂事的孩子 他就从来不再提起他家是穷的了 从开始在炉灶旁揣摩学习 到现在可以独自承担 准备繁琐的椰浆饭 开设自己的档口 那冯俊杰完全是出自自己的兴趣 不过对冯妈妈来说 这除了可以自小灌输他自食其力的观念 还可以让孩子早点接触社会 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和物价的教育 我从来没有指望他大来要做什么 不过我这样看啊 他是蛮喜欢进主板的 微信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手艺 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好过他去帮一些朋友 有那些不好的 我的想法啊 可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健健康康就好了 他快乐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